你覺得好吃嗎 你覺得好吃嗎 煮這個很快 我這個是南瓜燉雞 那雞肉只要把它煎到熟 然後蔬菜下去煮 其實大概半個小時內都可以完成 易祥總覺得外面的食物 沒有主廚老爸的味道 所以他每天上班前 第一件事就是煮一頓超豐盛早餐 給兒子享用 陪著寶貝一起吃完早飯 再親自帶他上學 為什麼要說 你不想要上座嗎 你不想要上座嗎 才要和爸爸分離不到一天時鐘 兒子就哭得淚眼汪汪 小小的他不曉得 如果爸爸還在以前的餐廳工作 根本無法天天陪在自己身邊 廚師這條路走了20年 易祥精通東西方料理 更是各家餐廳爭搶的人才 不過也因為這樣 聖誕節跨年 只能看著客人舉杯慶祝 無法和親愛的家人度過 像老婆生日啊 可能我們必須要上班 沒辦法陪她 那回到家她多多少少還是會生氣 廚房的節奏很快 然後大家在工作的時候就會特別的趕 然後有一次就拿魚 就要放到鍋子裡面煎 然後就不小心就滑下去 然後熱油就整個潑上來 被油潑被刀切 易祥身上數不清的傷疤 每一個都有故事 秉持著對料理的堅持 忙亂的生活節奏 易祥從沒想過自己會轉型 直到錢東家老闆 為了謀利 抵觸了他做料理的初衷 老闆希望我們用一些比較不好的牛肉 可是卻要賣到三千多四千的價位 裡面必須要加一些木瓜粉 這一些的東西 做這件事情其實對自己的良心 是一件有很大的折磨 當下我也是馬上就跟老闆提禮子 就不做了 寧可捨棄高興也要對得起良心 易祥說希望自己微薄的力量 為台灣食安環境儲一份力 加上孩子出生的那一刻 易祥重新思考 應該在熱愛的工作 與家庭間找平衡 才會決定轉型 以前小時候都自己在家 就會覺得很寂寞 也很無聊 那那個也是沒有辦法 去克服的一件事 那現在我當人家的爸爸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我好像應該要導正這件事 這個是泰式的酸辣烤雞腿 對 所以煮菜就是這三種 是 辭去原本的工作後 易祥來到新埔有機市集 擔任主廚 在這裡上下班時間穩定 也多了陪伴家人的時光 在這裡 易祥也不用再隔著廚房 更直接的和顧客分享食材兩三事 因為它比較少肉 對啊 所以大部分人也 可能會拿來做一些 寶寶粥的一些湯底 對 就會使用這個排骨丁 代客如同家人 從食材選擇 菜單設計到口味調製 易祥這一道道好菜中 不但煮炒出好滋味 還炒出對客人的人情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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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